女排三大美女连续的取胜 张长林更是展现出了得分王的实力 如今的蔡兵教练带队的能力受到质疑 并且包括了安家杰、赖亚文以及王宝权 三大教练都有机会完成重要的结盘 这样才能够使得郎平、陈仲和更加对女排有信心 更加力挺女排争夺大赛的冠军 对于女排的队伍来说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拿回我们的世界第一名 赢下比赛的冠军 这确实让人十分的期待 我们讨论一下两大看点 第一大看点 女排的三大美女连续拿到大胜 如今的张长林更是带队好取三比零 展现出了得分王的气质 对张长林的回归必将会让女排队伍具备更大的信心跟底气 其实提到女排如今的阵容 大家会发觉女排在整个团队当中的竞争力 以及如今打出来的水准都是比较高的 过去大家会发觉 女排有三大美女一直都是受到大家的认可的 首先第一位大美女那就是如今的张长林 张长林重新复出他大领的江苏队 凭借三比零击败了北京女排 并且张长林在队伍当中达出了强大的实力 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端都有良好的表现 并且三比零凌峰北京队拿到胜利的同时 张长林虽然说她的得分数据并不高 但是她在队伍当中很好鼓舞了队员 也带动了全队的竞争 更好地去赢下胜利 接着女排另外的两位美女也更是赢得很顺畅 尤其是包括了朱婷 朱婷虽然远在欧洲的意大利联赛 但是朱婷却帮助女排争了很大的面子和光荣 毕竟朱婷由她去登场打比赛的时候 女排队伍所拿到的比赛荣誉都是比较多的 有了朱婷她的勇猛发挥 以及帮助女排连续的取胜 大家会发觉朱婷在欧洲得到更大的锻炼之后 在新的一年奥运会的比赛即将开打 朱婷必将会回归女排 带领着女排在7月底展开的奥运会 赢下比赛的胜利 第三位美女那就是李盈盈 李盈盈在最近的国内超级联赛更是打得很不错 无论是近空还是防守 李盈盈都被称之为效率第一的得分手 过去的李盈盈一度也入选了 世界俱乐部大赛最佳的阵容 李盈盈这么顶尖的选手确实是女排队伍的骄傲 我们希望李盈盈、朱婷和张长林三大美女都能够帮助女排 赢下更多比赛的胜利 同时让人十分的值得认可 值得去为他们点赞 第二大方面 如今的蔡兵教练带队方面依旧受到了质疑 对比起安家杰、王宝权跟赖亚文 在主教练的带队、战略、战术安排方面 确实应该提升 提到女排如今的比赛 大家会发觉 在整个比拼的过程当中 蔡兵虽然说作为主教练 但是蔡兵却没有拿到奥运会比赛的资格 尤其是包括了女排的领队 也就是李桑 李桑过去可是奥运会的冠军 以及全国大赛的冠军 如今的李桑成为领队之后 但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 蔡兵却不怎么去听从李桑的建议和安排 与此同时 蔡兵在比赛的时候 更多是依靠个人的经验 依靠他过去的战术打法 来展开技术安排 以便更好的影响胜利 然后蔡兵这样的一个打法 确实很难帮助球队取胜 直到如今 蔡兵也更是连续遭遇到了滑铁路 因此 蔡兵接下来 在教练组的层面 也被大家建议应该做出人员的调整 说白了 女排到底谁有足够的实力 谁就去带队 更好的去赢下胜利 包括了过去的王宝泉 大家都知道 他在国际大赛当中 都有很高的知名度 王宝泉带领着女排的战队 去出战世界俱乐部大赛 也拿到了不错的名次 最起码能够打进前八名的位置 与此同时 女排队伍当中的安家杰跟赖亚文 这两大教练呢 过去也跟随过郎平 大家都知道 郎平带出来的徒弟也好 带出来的教练也好 都是实打实的 有足够能力的 毕竟 女排的郎平 曾经能够凭借个人的能力 拿到奥运会 世界杯世界锦标大赛的冠军 足以说明郎平他的实力足够强 并且呢 郎平他亲手带出来的赖亚文 安家杰都是最大的功臣 因此 不少人也纷纷提出建议 不管是王宝泉 又或者是安家杰 赖亚文 三大教练呢 派出任何一位教练呢 都有机会带领着女排 争夺大赛的冠军 哪怕说呢 这三名教练无法替代蔡兵的位置 让这三名教练 派出其中的一到二人 去担任副教练 去辅助蔡兵 说不定也能够更好地打进 世界大赛 冲击奥运会的四强 甚至有机会争夺奥运会的冠军 因此 对女排的比赛来说 如果蔡兵的带队能力 拿不到冠军 不妨可以考虑 提拔其他的教练组 或许能够帮助女排 引下大赛的胜利 对此大家是否认可这样的安排 留言说出您的看法 也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